花檀鄉中山路車來車往 突然路中央安全島開始浮起 下一秒地面爆裂 大量的水從地下湧出 一直蔓延到路邊 機車騎士看到嚇得趕緊後退 另一頭破裂地表噴出水來 好像噴泉一樣 兩旁車輛分分避讓 地面破裂長度達到一百多公尺 鋪設的柏油被強大壓力擠破 崎嶇凹凸到處坑洞 好像被轟炸過一樣 施工單位緊急封路 派出機具修補破裂的路面 據瞭解是自然水公司外包廠商 進行鳥嘴潭下水管線加壓測試的時候 街頭脫落所造成 還好路面爆裂沒有波及到往來人車 但看看在彰化線進行的鳥嘴潭 人工湖下水管線工程 今年一月在園林 因為壓力測試水管爆裂 管內的水上噴泉一樣狂噴出來 七月份在北斗同樣原因爆管 現場將近三十公尺一片泥泞 隔了不到三個月 同樣情況又在花壇發生 一年之內爆管三次 民眾困擾不已 心裡也對工程品質打上大問號 我是紀錄黃隊楊宗憶謝忠義 彰化報導 哈囉我是蕾亞 想要搶而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